這個人想我去拿車 我問你的SL 拿不到 禎老師問你叫我試這輛車 你要叫他喊啊 她又不問我怎麼喊 啊 喊完了 這輛車是我們一個好朋友 其實她私訊 她說過很多次 什麼私訊 專門上來廣州見一面 是是是 她是想我開這輛車 有很多我們圈的一些 也試過他這輛車 我剛才想去試一試 我今天剛好在這裏 又約了我的車 那就試一下 我覺得是這輛 喜歡JDM的話 這就是7KM的JDM 純美 是吧 EK9 為什麼我告訴他JDM 大家知道JDM是什麼意思嗎 JDM是日本本土的車 對 一定是日本本土的車 這根本沒有在日本本土以無地賣 日本本土以外見到的都是用各種渠道 在日本賣完之後 或者日本的供應商拿到之後 去外地 所以根本就完全有阻礙 現在變賣又慣了 第二個它是 Tekalo Tekalo 會有很多的光環 以前不看到望陽日成的冠軍車 如果有什麼為了他之外都改賽例 那些什麼去那房車賽 玩了十多年在這場賽中鬥的都是他 都是他 其實新車也不夠他快 因為他也會有很多經典的故事 吹那麼多 出發 其實你叫來聽聽 我們要穿飛 這間是飛仔車 不過那個年代 老實說第一批車 不會飛到哪裏 因為沒什麼錢賣 我記得陽城的Tekalo 當時賣了一整三十多架 搞不成那裏 那裏哪裏有這麼多錢 那年代 到後期 這車載二手貨車出來的時候 每個都拿Tekalo作為一個藍本來改 會成為一個錶桿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最早的Tekalo是NSX 第一架 第二架是哪一架 Integra Integra 本田型格 然後在C域上出現的第一架就是這架 就是這架 然後這架車 看來的制度 應該是後期款99 對 不是這樣的 是99年款 後期款 只可以說情懷車不算老車 2000年車 2000年車 24年車還不算老了 我弄這架制嗎 哈哈 已經是老了 這架車其實跟之前的 相比 你知不知道有什麼最大的不同 跟什麼相比 EK3 機器不同 不單是這個 有不同的地方 同的也是這架車的神緒所在 因為整個底盤難得 你知不知道什麼結構 前後雙叉臂 現在有什麼車前後雙叉臂 真的不知道 沒有的 這架一定是鹹麥花神的 不要說話 怎麼會落雙叉臂臂 所以為何這些車在賽道方面 表現那麼出眾 那麼出眾 就是跟CNT的底盤有關係 好 底盤厲害了 還要厲害什麼 體重 體重 這架車肩膀 我們現在的座門人已經是 孤魯頂了 他未承受他生命之重 一個人駕駛的時候 這架車原裝計 體重一噸多的 一零零零幾而已 你想想那次的威脂 都是這樣的重量 你想想吧 所以這樣的體重 一個底盤的結構 上萬都難 你怎麼這麼厲害 他以為我第一次見到這架車 真是這麼厲害 少有 可能他也看見這架機不簡單 他想看多兩眼這架車 看多兩眼這架車 還有一個 其實這架車馬力不大 只有185匹 但只有1600cc 都已經是拆新了 全球升級車最大機器限制 全球升級車 1.6升180多匹 升級車超100匹 升級車超100匹 是甚麼概念 很重要的 世界上NA車 還要不是Turbo車 NA的年代 全世界誰有本事做到 沒有的 那架本田為何這麼厲害 就是靠這手 第二個 就是之前跟他說 這架車 其實買一架當兩架玩 一架當兩架玩 一架當兩架玩 因為你會拆完原裝的東西 沒有 我現在在玩第一架 明白了 即是叫與不叫的區別 就像你以前的朋友 人前人後 反差 為甚麼人前人後是甚麼意思 反差 當著我不是不叫的 當著別人的臉叫 不是 當著朋友 當著朋友臉出來時 絲絲紋 哇 你好煩 只剩下我們兩個人的時候 由他那種放蕩不羈 那種元朗師傅 他又穿了業孝文 對 他的信號是甚麼呢 你以前的朋友信號是怎樣 關門關燈 那他呢 6,100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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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第二架車 第二架車是本田 VTEC 這個紅頂B16 B16機器是之後才是K20 之前是B16 B16這款機器的開箱是6,100轉 到了後期K20、6,500、6,800 都會有兩檔不同 一去到那裏 整架車不同了 整架車不同了 突然間 天地都不同了 他就變成第二架車給你了 但你回答我了 他轉出標 現在6,000轉 我計你6,000轉到8,500紅區 只有2,000轉 對 只有少許空間可以把握 只有叮叮給你玩 這就意味著 如果你在賽道要玩這輛車的時候 轉速不可以低過6,100轉 是吧 所以這種搏鬥 這種人車溝通 哪是其他車你未玩過 跟你說回這些東西的時候 沒有可能有 自己在那個年代的本田 可以敷衍了那麼多信眾 敷衍了那麼多粉絲 就是因為你敢知道它的好 是有門檻的 它不是裝電池就爽了 不是的 你真的要知道它的性格 並且你知道它的性格 你用這個能力去控制它 Exactly 就是這樣 你沒有本事的話 它再強勁也好 它會理會你的傻 是否靠實力說話 靠手掛 我駕駛了兩晚 我覺得它不去到高轉情況下 很普通很普通 而且是大食堅無力 油針看著下去 真的看著下去 但你說去到6C100轉開車 我真的未試過 你未試過 我昨晚跟你說 你叫要開車試試 但當然這車一定要確保 開車精神 因為這車我們之前保養過 我們知道它的機器狀況 機油各方面全部是穩固的 準備喊了 聽到聲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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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快的 嘩 一拖中在馬魚虎 一點都不快的 現在我看它 只要跨到80公里左右 哈哈哈哈 但你不要悶 你就是爽 聽著 聽著聲音 現在是沒有開啟的 開 嘩 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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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車是打開TL正確的方法 一定要懂得保持轉速 和等乎機器上去 互檔時機 一定要知道 對 所以會是好玩的方法 其實未說完 再說回避震機 其實這輛車 整個車架的設計 其實是源自於之前的舊平台 它的車架是大結構沒有改 但改的是改了什麼 改了它的縫折工藝 這輛車用了一些賽車的漢折 即不是加點刊 它是一些縫折 是整個車架的縫折 所以它會比以前的本田車架 硬硬一點 硬一點 剛性好 對,好一點 但都是僅似於貨本田 與歐洲車沒有得比 剛性與歐洲車沒有得比 那你要輕輕 輕輕就要偷了 不是這個原因 因為我覺得會是兩種不同的 那個年代的車的應對不同的套路 這些就是本田的靈魂所在 所以現在本田有些失魂 老實實 沒有了一種精髓 不知道怎樣 它自己有些失魂 現在特別電動化 潮流之後 不能讓你玩機器 好像收了火 不知道自己幹馬 不知道自己幹什麼 所以這也是很麻煩的事情 不知道它是豪去何從 但無論未來的本田 怎樣倒閉也好 怎樣也不用理 它要多持續這些車 找回它的初衷 找回都沒有用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或年輕人 有這麼快的 沒有你堅持 你怎麼理解不了 甚麼叫開車 你是不是傻的 為何要一通操作猛猿虎 學爭子 學這些東西 就是要玩好 要去這麼艱難的駕駛技巧 去獲得得 根本就不快 就是爽的 一個這樣逛街的體驗 你隨便找一輛小米大米 你輕輕輪輪 不需要任何駕駛技巧 對不起 哈哈哈哈 你老美 左手換球 你怎麼學回來的 你看旁邊在這裡拍攝著我 你弟弟 對呀 拍攝到Hi T-R-L 不是很厲害嗎 沒有 有沒有聽到T-R-L的聲音 哈哈哈 哈哈 哇 誠宅少了 我超過高興 你看這些真是識貨 是識貨 玩回本田 哈哈 整條街都是朋友 駕駛這些 絕對不怕 所以我說它低成本 一旦你的重量上去 你的東西上去 馬力上去 一闊三大 所有東西全部都上了 包括引擎冷卻 風度 咆哮啵啵啵啵 這輛車是用最簡單的東西 炒出駕駛成業 現時市面上有甚麼新車可以買到 是這樣的 MX5 BIZ BIZ MX5 好像我的飛亞特 這些車就是用最簡單的手法 去炒駕駛成業 爽而不快的車 其實都快的 現在的車都快 但是快兩種的 第一個是感官快和實得快 像無聲狗一腳可以給你兩百多公斤 那些車是很危險的 你不知道自己可否駕駛這種速度 沒有技術可言 開車有甚麼技術可言 這就算你去踩 即使沒有技術 就這樣踩 它會快 但它會同時說不要那麼快 行不行 它會令你怯 它會令你怯 它身體會動 各方面它會做事去提醒你 對 說起身體的動作 這車的身體也是一拙 知道嗎 它的尾巴 嘩 私密尾巴是令人著迷的 為何以前你說Alfa Romeo 是投輪車的精華 因為它不推頭 車是走的 這車更加 更加 那條尾巴聰明得 那叫NOA味嗎 NOA味 是甚麼 是帶智能駕駛功能的車尾巴 哈哈哈哈 你死不死 你那年代現在搞這麼多激光雷達 阿九字馬六 我告訴你 它不耐用 最簡單 用它的幾何 它就可以實現這個NOA味 我的手態 我要轉彎 打一點點 整輛車是走的 那條尾巴會走到 你這輛車應該指向的速度 你稍微少油 還要反彈 因為尾巴會走得快 尾巴會走得快 你還要修正它 你還要修正它 嘩 你後來開尾巴車 你也開不出這樣的風味 想做到 你說真的死不死 現在不可以了 知道嗎 因為後面坐著兩個打扮 拆著它發揮 NOA尾巴最重要的一個重點是 你不要破壞這輛車原有的平衡 你那次很聰明 去搞很多東西 原裝便可以做到這輛車尾巴 但這輛車尾巴不會在街上玩 在街上玩便會被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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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簡直無枉不利 你玩得好這輛車尾巴 在彎上過 你已經可以開很多車 開不了 因為只有它有NOA尾巴 有這些尾巴的車尾巴不多 但控制好它便可以控制好很多車 可不可以理解嗎 那又真的不見得 我又真的不見得 因為T-R LoEK那種駕駛風味 你在街上找不到多少駕駛油 我印象中真的好像沒有多少駕駛油 嘩 傻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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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原裝所有底膽所有零件都換身 那輛車給本田網民館裏面那輛重要精神 升起身 它比你更閹尖 開完外出 它一定是升起身 洗完 我有這樣的車房都會這樣 我抹飛輪的 你知道嗎 我揭開機器蓋在抹飛輪的地方 你又揭開機器蓋在抹飛輪的地方 它可以升起這輛車的抹飛輪的地方 它可以這樣 我如果進入車房有這樣的保護車 我都會這樣做 你知道我以前那輛車的變態有甚麼程度嗎 我抹皮帶張緊輪 皮帶我都會抹的 抹到老化了提前 都夠變態的 我找些棉籤 鳥座椅那條縫 鳥座椅那條縫 鳥縫很厲害 鳥縫升的 這首就是愛 這輛車 星期六天沒工作 一個人開著它在街上抹飛 爽得不知怎說話 我跟你說 好像我們抹黑你 感覺就是這樣 已經可以做了一件事 好像你說晚彈的電話給我說 又回來跟著去那裡玩嗎 我都不去 我都在開機器蓋 車手不用女兒 不需要 不是車手不需要女兒 不需要異性 不是的 是很難匹配到自同道合 不可以的 要麼就嚴利慢 要麼就頂不順利的快 那怎麼辦 所以就注定了乘車肛棍 乘車仔 你看看 我剛才開車後面會有鼓掌 你想像是你換幾個女生 他們會不會有鼓掌 你不要這麼快 慢一點 你打開機器裡面有一個LV的鼓掌 很難搞 男人的快樂和女人的快樂 真的不同 物質來得太膚淺了 你看看 明星 操作你看看人家的腳踏 已經有毛頭了 不能搞的事在毛頭了 大人 死在哪了 其實我絕對有這個信心 就是哪怕現時 完全沒有接觸過這些車的 這些年輕朋友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找一些有味道的車 邀請你 我教你開車 我教你如何體驗機械之味 我相信你也會跟我一樣 不能自私 再簡單一點的辦法 就是看多些元老師的影片 看就沒用了 我跟你說看十次 感受不到的 都不像試一次的 除了你聽到我們喊 聽到他喊 對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你不去那麼多卡丁車場 你不去體驗和機械搏鬥的感覺 對嗎 去體驗一下 哪個朋友有手波車 你去體驗一下手波車 去驗一下所謂的人車溝通 究竟在說的是甚麼故事 他們那群人口中說的 簡單的機械的快樂 人車溝通的快樂 那些機械是甚麼 到底是甚麼一回事 然後可能會得出一個答案 可能好車不是一定MH很好 不是一定乘坐很舒適 不是一定配置各方面都很高 不一定的 沒有MH 沒有裝備 沒有配置 甚麼車都沒有 但它都是一部好車 沒錯 好車不是有標準的 這才是汽車世界精彩的地方